第二夸的关注是什么呢 最近我们看到一些日本右翼又在异动 他们又在鼓道什么呢 要通过这种国际仲裁的这种方式 企图占有钓鱼岛的这个主权 要窃取我们中国钓鱼岛的主权 通过这样的这种方式 这是不是吃人说梦 吃心妄想呢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日谋战钓岛再出新花招 22号有媒体爆出 日本石原市议员东池田嘉行 呼吁日本政府搞东海仲裁 争取钓鱼岛主权 东池田称 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 或将在东海做同样的事 应该在国际法庭证明 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的合法性 除了舆论喧嚣 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公布 中小学学习制导要理修正案 首次明确要在课堂上 向学生说明 钓鱼岛是日本所谓的固有领土 并称这是日本政府的统一见解 网友纷纷吐槽 如此颠倒黑白也是没谁了 此外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突然在官方推特公布多张 日本自卫队驾驶F35A新型战机 与美军陆战队飞行F35B的 空拍照片 有分极称 美日F35飞行训练 接近钓鱼岛海域 战力可投射至南海 并且很可能成为常态化任务 日本又在响入飞飞了 那么我们看看今天观众朋友们 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 都有哪些问题 网上对于日本右翼这种响入飞飞 都是纷纷批判他们厚言无耻 我们先来看一下 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高山流水问 日本真会厚言无耻地 把我们的固有领土主权 闹上国际法庭吗 那搞所谓的仲裁 一定有利于日本吗 我们该怎么应对呢 后半句能够看出 网友们的担忧 哪位嘉宾愿意回应一下 大会老师 我们知道菲律宾搞了一个南海仲裁 那个背后的支持者就是日本 仲裁费三千万美元 就是由日本财团支持的 而且那个仲裁庭的庭长也是日本人 但是我们知道南海仲裁案 其实给我们加分了 世界上六七十个国家 反对这种将南海提交仲裁 目前东海问题是否也有可能 提交国际法庭 我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之下 这种可能性有 但是非常小 因为南海仲裁开了一个头 他不成功 国际的舆论站在我们这一面 另外你现在提交哪个法庭呢 如果还是像上次的那个法庭 那是闹剧一场 成了国际的大笑饼 你要提交正式的国际法庭 那需要双方都同意 中国不可能同意提交仲裁 就算是提交了 这个结果是日本一定能够 掌控得住的吗 一定是有利于他的吗 我们也看到日本最近 也出现了一种声音 说特朗普这个美国总统不靠谱 不知道会不会出卖日本的利益 如果我们一旦跟中国开战了 他说这个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 适用于钓鱼岛 但是很有可能最后杀手不管 那我们莫不如现在跟中国搞好关系 也有人提出了 在钓鱼岛上双方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比如说搞旅游等等 所以我们能看到 积极因素也在增长 我们看到现在的帮助 当新的帮助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这边的帮助 核心的帮助